吴林老名Misang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是教师节 县长徐真卫在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陪同之下前往慈大腹中 关心学子们势达的情形 特别感受到这一次 疫情让民众看见慈悸大爱捐助国际认证的疫苗 来缓解疫苗不足的民心 发挥慈悲心 让台湾疫苗不足稍获缓解 28号的教师节 这一天先来许真卫在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的陪同之下 前往慈大腹中关心学子们施打的情况 特别感受到这次疫情 让民众看见慈悸大爱捐助国际认证疫苗 缓解疫苗不足的民心 先来许真卫感谢慈悸基金会 荒来永龄基金会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的爱心 向政府全力争取采购国际认证的疫苗 更敢配市政院上人柯南开创慈悸功德会 一路走来的付出 至今超过半个世纪 持续散播散的种子 让时间充满大雨希望 今天是教师节是送给保障到老师安全 持教的教育现场最好最好的一步一步 花林县政府其实在五月六月 我们也跟BNT来联系 那时候我们希望县政府来帮我们的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童 能够购买到疫苗 但是我们基金的努力也请慈悸来请身而出 因为地方政府或者是企业基金会要购买疫苗 都需要经过国家衛福部的同意才能够购买 而终于在两个企业及慈悸慈善基金会的共同领域之下 国家终于同意也愿意让这三个单位来够购买 所以再一次我再一次赶佩赶佩上人的 刚才说的义无反顾 而且坚定的力量 因为这不是打在他上人的身上 而是真正打在佛人 每一个我们不相识的人 更发挥了无援大使同己大悲 卫生局长朱家强特别提醒 接种学者们万一有任何不舒服 也要告诉师长 试打后三天之内若症状未改善 建议尽速就医 外省政府从23号到30号1.8天 正对现在国中高中以及武专前三年级的同学 预计16,642人是打BNT新冠疫苗 截至27号接种人数已经达到6,559人 接种率为41.8% 持续高中与持大负中 预计接种人数为1,197 持续高中538人 持大负中659人 接着终于华世伯老 接着终于华世伯老 地区一 All 接着终于华世伯老